208 中國經濟時報 轉型升級為經濟積蓄新動能 2015年7月27日頭版01 範施立謝光飛毅毫升2015年中經濟營製調查系列報導 20湖北篇下 本部記者範施立謝光飛毅毫升產業發展力來市庫民資源 強省之基 是建成之點 首在前列的主要支撐 湖北省遠眸近施 將傳統產業改造與培育發展新興產業有機結合 力速湖北全省產業轉型升級 今年上半年 湖北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8.2% 其中 全省先進製造業 高新技術產業 輕工業比重不斷提升 重化工業 高耗能行業比重持續下降 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0.5%左右 高於全省工業增速 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增長5.7% 低於全省工業增速 升降高低之間 見證了湖北省經濟轉型趨勢 同時亦釋放出增長新動能 轉型升級是新常態的核心要求 和北省委常委 常務副省長黃曉冬 認為 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核心要求 試轉方式 調結構的主戰場 他表示 充分運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著力提高行業品牌化 高端化 市場化水平 大力培育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積極對接中國製造2025和互聯網家 實施460行動方案 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 生物醫藥 高端裝備製造 新材料 資源循環利用等領域產業法規模化 進一步鞏固和擴大湖北省比較優勢 為了加快產業轉型升級 提高轉型升級質量 湖北省提出了產業轉型升級339發展崗要 湖北省法改委負責人向中國經濟時報調研組介紹 湖北將圍繞推進全省產業發展 由工業化思維向互聯網思維轉變 由要數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 由生產型製造向服務型製造轉型的三大轉變 重點實施製造業核心競爭力提升 戰略性新興產業規模配增和生產型服務業跨越發展三項工程 優先推進主導產業核心競爭力提升專項行動計劃 消費品工業名特優新增值專項行動計劃 野金、建材產業結構調整專項行動計劃 互聯網加專項行動計劃 生產性服務業提當加速專項行動計劃 新興產業集聚發展專項行動計劃 產業發展與金融創新融合專項行動計劃 產業創新平台能力建設專項行動計劃 或創新人才聚集專項行動等9個重大專項行動計劃 改造舊、推進結構升級湖北省法改委上述負責人對中國經濟時報調研組表示 湖北傳統產業面臨調整升級的巨大壓力 在經濟身上看下不可持續 必須擺持自己的特色或優勢 進一步加快調整步伐 在新一輪競爭和洗牌中造大造強 特別要拿好以裝備、節能、信息化、質量、安全為重點的技術改造 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大力培育發展消費品工業 特別是輕工產品、信息消費產品等 據統計湖北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也有初步成果 上半年,湖北省農產品加工、建材、化工行業保持了平穩較快的增長 對湖北省工業增長的貢獻率達63% 較去年同期提高12個百分點 據湖北省法改委介紹 傳統產業升級改造需重點加強六方面工作 一時加快重點產業調整、加大組織協調和工作跟進力度 大力推進高端裝備、電子信息、醫藥等六個重點產業 以及野金、石化、建材、紡織等四個傳統產業調整升級 推動相關規劃、政策和行動方案的落實 據統計,六個重點產業實現較快增長 對工業增長支撐作用突出 二時推進技術改造 發布湖北省工業轉型升級與技術改造投資指南 滾動實施百戶重點企業記改示範工程 突出拿好投資過10億元的290個工業項目 完善專項資金使用辦法、嚴格工作程序 認真組織省級財政專項資金的申報和評審 積極爭取國家重點產業振興和技術改造專項 國家強基專項 4G和北斗導航市份應用專項支持 三次淘汰落後產能和化解過性產能 按照嚴格、嚴肅、嚴厲的要求 制定年度淘汰落後工作方案、公事淘汰項目 協調工作推進、加強篤促檢查 四次引導企業聯合重組 繼續推進花肥、鋼鐵、水泥、食品、 專用汽車等規模經濟領域的兼并重組 引導要數向優勢企業集聚 結合湖北實際、認真謀劃小煤礦的關停整頓工作 超計劃完成年度目標 五時推動產業集聚發展 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事分基地建設 全省國家級新型工業化事分基地達到11個 省級新型工業化事分基地達到25個 六時握好工業智能減排 加強工業能效對標管理 支持重大智能項目建設和重大智能技術示範 握好電解雷、水泥、平板玻璃、電石等高耗能行業差別電價政策的落實 推進工業軟區固體廢氣物循環利用示範圓區建設 產業轉型升級雖雖政府全力推動 但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積極主動應對挑戰 對自身的產品線進行改造升級顯得難能可貴 中國經濟時報調研組在採訪中也看到一些企業為了贏得市場先機 不等不靠主動謀求企業的轉型升級 作為企業作為湖北醫藥行業的龍頭企業 人福醫藥集團副總工程師李水泳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調研組採訪時表示 企業以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和報前進來化解市場危機 完善創新制度、營造創新氛圍、鼓勵全員創新 在高端生物技術和高端製作技術領域中 在引進模仿發達國家技術的基礎上不斷探索創新 終端普通製作和原料藥技術通過與國內研究機構合作 或自主開發實現技術創新、持續推動管理人員探索管理創新 提升管理效率、管理創新成果與技術創新成果等對待 在政策頻繁調整、市場環境變化無常時 營銷創新尤其重要、鼓勵不同治療領域、不同品種結構的企業獨立 探索自己有特色的營銷模式、走出差異化的經營發展道路 圍繞新、推動新興產業加快發展湖北省發改委負責人表示 湖北將圍繞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 推動新興產業加快發展 國家統計局湖北調查總隊與湖北省統計局7月20日聯合發報的數據顯示 新興行業有提高、對經濟拉動效應明顯 電子行業上半年增長14.1% 對湖北省的貢獻率達12.2% 拉動增長1個百分點 汽車行業上半年增加值增長6.4% 交易軌道加快1.4個百分點 醫藥行業上半年增長8.6% 對湖北省的貢獻率達2.7% 拉動增長0.2個百分點 據湖北省發改委介紹 首先加強新興產業謀惑和引渡 突出智能製造、新能源汽車、航空、軟件、北斗、 新材料等具有產業優勢和發展潛力的重點領域 加強研究產業規劃、湖北省先後出台了關於進一步 推進軟件和訊息技術服務業發展的意見 湖北省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行動方案的通知 湖北省推動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的實施意見等工作方案和政策措施 分別召開了全省工業智能製造、工業機器人、 軟件及集成電路、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行業發展推進大會 逐個研究、重點推進 目前、湖北省工業機器人產業發展已經納入 工信部重點支持的四大區域 推動成立了省集成電路產業發展領導小組 某或推進成立百億級產業投資基金 加強武漢國家軟件名成創建 湖北省軟件產業主營收入突破千億大關 增幅超過百分之四十 第二、推進技術進步和產學研合作 引導和支持企業家大研發投入 加強共性技術中心管理 推動一批共性技術研究及成果的應用 發揮產學研合作創新服務門護網功能 加強經常性項目對峙 第三、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 圍繞工業設計、在線諮詢、檢驗檢測、 技術服務等領域 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 推進工業設計中心、工業設計事份企業的創建工作 全省省級工業設計中心以達二十家 平台作用進一步突顯、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對接互聯網加、推進兩化深度融合 湖北省經訊委有關負責人表示 湖北省加快信息化建設、深化兩化融合 促進產業加速發展、首要的士協調推進 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寬大網、移動互聯等 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深化兩化融合 按照兩化融合五年行動方案 打造一批數字化企業、培育一批解決方案的供應商 大力發展以融合性為特色的生產性服務業 生產性服務業是以瓜介融合衍生出的新業態、新行業、新商業模式 以生產性服務業為引領提升產業調整升級 包括研發設計、服務業外包、節能環保、信息技術應用、物流、電子商務等等 以新興技術的應用推動經營模式的創新、依托信息化、互聯網技術和理念、推動經營模式創新、 有效增強拓展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能力、促進產業集群集序發展 避免低水平重複建設 黃曉冬表示 要抓住長江經濟大戰略實施的機遇、本着效率優先原則 科學規劃產業佈局、充分發揮一主兩副龍頭作用 促進產業集群集序發展、避免低水平重複建設 湖北省法改委負責人表示 按照統一要求、湖北省進一步加快產業基地、園區建設 提升產業承載能力、推進產業集序、集育發展 按照佈局合理、突適鮮明、用地集約、生態環保的原則 進一步突出發展重點、高起點搞好園區規劃、突出產業突適和產業定位、 合理確定園區空間佈局、功能配套等、以產業鏈為扭帶、 引導產業要素向園區聚集、積極培育產業集群、 以令軍企業為龍頭、帶動中小企業配套發展、 完善和原區產業鏈配套功能、 中國經濟時報調研組在湖北採訪中接觸的地方官員、 企業經營者和普通文斥 均感受到他們的心聲、或是在警氣時理性清醒、 或是在困難時令迫是敬、 只有個踏實地的努力才能換來湖北轉型升級的良效和經濟 行穩自願的新動能、責任編輯、掌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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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